講人講事講理知就是香港V Hello各位觀眾你們好我是林彥玲 我自己的心得其實我都是日常的護膚程序做得足 還有我覺得運動很重要的 因為我都是兩樣配合 我最主要的就是生活習慣上 最重要是保持這兩樣東西 就是日常的護膚程序和做運動 我覺得持之以行就已經足夠了 心態方面 我就覺得不要管自己多少歲 其實我經常都忘了自己多少歲 所以現在都沒有介意的 因為已經是一個很熟悉的環境 很多事都已經可以很得心應受 可以更加享受的工作 因為已經很有信心去做所有的事 但是同一時間又會覺得可以繼續 在這個環境裡接受一些新的挑戰 新的挑戰就是在於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會發生 開心就在於自己有的能力去 可以面對這些挑戰 所以每一天都回到很開心 一定是家庭一定是最重要的 而小朋友都一定是守衛 因為現在他實在太小了 現在兩歲就是最可愛最可愛的時候 所以沒有辦法不疼她 我覺得所有的媽媽 面對著一個問題 一定是覺得自己不夠時間用 例如工作我也要擺這麼多時間 然後自己又想有很多時間 小朋友想飽多時間 結果呢 我就犧牲了一些自己的娛樂時間 我就變成做我更加想做的一些活動 例如我想多些時間教小朋友 那我就寧願不看Netflix 其實都是取捨 很難去平衡 就是可能你失去了一些時間 是做一些以前你覺得喜歡做的事情 但換來呢 就是你做一些 你覺得在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是值得做的事情 除了是新聞的節目 主持新聞的節目之外 我都希望可以主持更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我可能是喜歡一些健康的節目 運動的節目 我都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不可以是有機會都可以拍到那類型的 主持那類型的節目 又或者另外一個就是出書 其實在投入社會這麼久 都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心得 包括是做事啊 在職場上啊 又或者是護膚啊 心得上啊 又或者是親子上 其實自己都有很多的想法 都想一下 如果真的有時間的話 不如把這些東西寫下來 變成做文字 然後跟身邊的人 或者跟更加多不同的人分享啊 Hello 各位觀眾你們好 我是林彥寧 我所主持的全球新聞報導 就是星期一至五 晚上七點鐘至八點鐘播出的 除了可以看直播之外 你們也可以留意著 香港V的YouTube頻道 亦都會直播的 多謝你們的支持啊 多謝你們